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11日 星期二 自從7月底 MIRROR紅館演唱會的事故 MIRROR足足休團了兩個月 直到10月10日 即昨天 終於出了一首新的團歌 打向頭炮 其實昨天我已經想說 會出新團歌的這宗娛樂新聞 不過我還是先去聽這首歌 我昨天聽了很多次 其實這首歌是慢歌 跟他們平常出快歌 有點不同 歌詞裏面也有他想表達的意思 即是比較感觸的歌詞 當然作為鏡粉的我 也會感受更加深 但一復工 一定有的 這些聲音也有爭議 有網民發現他們的新歌宣傳照 抄襲韓國天團 防彈少年BTS的廣告照 以及另一個 又是韓國的組合 EXO的專輯封面的嫌疑 就說他們售新歌的宣傳照 不過十二指一於小理 說真的 負評也不是第一天面對 有很多事情世界上 有的喜歡也有的不喜歡 他們那麼久都沒有見人 自然有很多感觸的事情 都想跟粉絲說一下 當中 講到我最愛的Edan 用了一篇千字文 細數休團期間的心路歷程 不過坦白說 最大最大的願望都是希望阿Mo能夠康復 昨晚凌晨一時 Edan寫了這篇長文 否白她的心情 她都覺得自己充滿無力感 一度覺得很無奈 人類很渺小 在這段時間 她就決定要為自己的人生附上一些意義 而且引用了她的經理人公司 Makerfield行政總裁 老廷輝的一句說話 就說 當下專注的每一刻 因為人唯一能夠控制的 就是當下每一個決定 每一個行為 這個道理也是老生搞她的 這樣說 當然啦 身為MIRROR的一個成員 Edan也很希望 調查報告可以盡快釋出 甚至乎她是台上其中一員 她一定是不好過的 特別是阿Mo 還有兩位受傷的舞蹈員 以及其他所有舞蹈員 而最大的願望 亦是希望阿Mo能夠康復 最後她總結一句說 很希望調查報告能夠盡快釋出 和大家一樣 很想知道真相 我覺得無論是喜歡MIRROR的人也好 不喜歡MIRROR的人也好 這個真相 我想大家都會認同是必然要有交代 究竟是經理人公司 ViuTV的問題 老三花姐 任何人 甚至藝能 險興隆 只是ITP 即是所有的 只會簽名的工程師 即是所有的 我們現在知道的 根本等於零 好像沒有一樣 這樣你真的欠阿Mo 欠了所有人的交代 欠了這件事的真相的交代 我也很希望 所謂金屬疲勞的調查報告 是真的可以再交代到多少少東西 查了兩個月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去查到 究竟是誰有責任誰屬呢 即我都不是很肯定 可能我查這些我又不懂 究竟有多少資料 要去翻查 但都足足兩個月 雖然 就算調查報告出了 所有事情都不能回頭 阿Mo也不會突然站起來 即是突然痊癒 但是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有沒有想過其實 阿Mo家人 甚至蘇晴 他們這兩個月 其實一直都還是不明不白 你要看著他的康復之路 這麼難走 即是他們的感受 其實真的 絕對不會是 即我們根本沒有想像 他的痛苦有多大 同時我都很希望 每一位鏡仔都可以重新出發 我都會跟其他鏡粉 有很多鏡粉一樣 那麼支持你們 很想見回你們 加油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有能力的就支持一下Patreon頻道 訂閱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兩邊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